今天中午人氣話題帶大家來看到 睽違20年2022台灣燈會將重返高雄 市府編列了4.6億元籌備燈區場域 首度是結合了魏武營國家藝術中心 以及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兩大國家級的指標場館 將帶給民眾360度陸海空賞燈新體驗 這規模也比以往縣市來得更順大 尤其球緩緩升空伴隨著璀璨燈光 照亮整個愛河灣 2022年台灣燈會將重返高雄 市政府也在上個月搶線試燈 距離上次在高雄舉辦燈會 已經是2001年 睽違20年 這次高雄市政府占定亞洲新灣區 以最夯新地標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串連博二、藝術特區、大港橋等景點 作為主展場燈區 透過這個國際性的慶典 讓全世界、全台灣看到高雄城市景觀的改善 高雄市政府表示2022年台灣燈會 首次結合雙場域在魏武營都會公園愛河灣區舉辦 場域面積佔地100公頃 規模有別於以往其他縣市來得盛大 大概把我們雙組場的一些規劃 跟整個活動的設計 包括整個主視覺的意象等等 都已經做了相關的一個妥善的規劃 2001年高雄燈會主燈熬月龍翔 至今原然矗立在愛河河畔 這次燈會重返高雄 除了帶來觀光 更希望讓大家看見城市發展轉變 接著陳軒張崇敏高雄 採訪報導